看看新闻榜 泰套红遍了大江南北 而同样的英语不太感兴趣的邓超 这一次只要在片中饰演一名 美国的海归 在东方春晚的录制现场 他的英语水平也让大家眼前一亮 此次陈可欣且电影 中国先生的几位主要演员 亮相东方春晚 无疑让这场新春暖会 蓬毕生辉 中国先生讲述的是 土鳖 黄晓明 海归 邓超 邓京 佟大为 三兄弟 合力创办英语培训学校的故事 既然如此 三位男主角的英语水平究竟如何 就是大家好奇的焦点 其中扮演排归配的邓超 在戏里比英语说上一口流利的标准美语 然而现场一开口 立刻让众人实话 导演 你好 你是香港 你不是英语吗 我不是英语吗 我不是英语 我不是英语 东方春 你的声音 ка 你不是英语啊 你不是英语吗 对 啊 我不是英语 用力 天啊,天啊,我们都绕活动了,就他们英文吧,所有人都绕活动了 天啊,回来现场呢 今天啊 oh really? we are the Shanghai 电影宣传 Shanai, yeah and I am the Dawei and the do jam 邓超说起英语,一个个单词如同从舌头肩蹦出一般,让人哭笑不得 其中,那句Where is you?更是成为了错误重点 这一表现,也顿时让人想起了剧中另一位男主角,黄晓明的英语水平 当年,黄晓明那句Naughty Tao,一时间成为了外界也与他英语水平有限的例子 你们三个人英文,你觉得谁最好? 你们三个人当时最好 我觉得有不同的好 我觉得是不同的好 哪一种不同?你是怎么? 有的强调口语 谁是强调口语? 有的强调这个语速 有的强调,小鸣语速比较大 小鸣应该词会量比较大 真的啊? 他学的比较早 他学的时间长 他老师真的也早 对,我是最近这个 其实,对于几位演员而言 这部影片最大的挑战就在于英语表达 为了能够尽快进入角色 邓超早在拍摄四大名鼓时就已经开始筹备 特意邀请了四五位英语老师同时开工恶不英文 我的老师您还有? 几个? 这么多? 四五个 随时跟着你忙? 对对对,包括导演 然后安排剧组 在我拍四大名鼓的时候 就是这边穿着古装 吊完杠丝 好穿越 就是特别穿越 就一下子 造型全是那样 然后他们就在房间等着 就这边床里拍完 就到边上的房间里面 去开始练 那段时间确实是很大的心理压力 就是说我完全从一个 觉得能好像对付过去 甚至想了各种各样的招 什么大字报啊 或者说是对口琴啊 就是各种 反正说偷懒的吧 或者说是投机取场吧 对对,因为我原来比较狭隘 就是我觉得我不学外语 真的真的 就是我觉得中国 中国语言也很优美 很博大很精深 我不想 我为什么他们不能说中文 有了邓超在语言问题上垫背 当天没有到他现场的黄晓明 顺利逃过一劫 不过因为女主角是名模杜鹃 黄晓明的身高问题再度被提紧 你跟他合作 其实我觉得 因为你们的身高差距还蛮远的 其实 如果是 这个怎么来 其实也没差那么远 我感觉是应该差很远 但是结果也没差的 不是远 对,差一点 所以我觉得明波就是很高很高 所以小明都问我 你干嘛找杜鹃 我说他比你高啊 为什么要比他高的呢 因为你不是这样子 就更有一个可能我比较矮 所以我对高的女儿 就更觉得那个 就遥遥不可及的那种 但是我看到有一场戏 他们在团上 站起来好像差不多高 我还想问杜鹃 小明有没有站在什么上面 除了中国先生剧组之外 当天 东方卫视春晚还邀请到了 《甄嬛传》的温太医 张晓龙参加录制 最近 《甄嬛传》改编的英文版预告片 在网上遭到热议 谈集里面的英语配音 温太医张晓龙倒是满是期待 不久之前 张晓龙刚刚作为《甄嬛传》的主演代表 前往台湾地区宣传 也积累了不少人际 他和台湾地区综艺节目主称 《小S》的过招 让不少观众 见识到了张晓龙的机智和幽默 原来 节目录之前 张晓龙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我呢 因为一直在讲台上教学 所以呢 就没有紧张可言 所以上节目的时候 当然走之前 会有很多人说 你要上康熙来了 那台湾的那些主持人呢 都比较热情 然后比较放得开 我说冰来降党 水来土掩嘛 好 好 感谢观看